我們要趁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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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要動 我們要趁下一步 我們趁下一步 OK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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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場面可能非常非常震撼 沒有可能說不中話 後來怎麼樣 你的實際的感覺是怎麼樣 是不是真的很震撼 我的預料 其實我在這之前 也看過二十週年的 video 看過那些錄影 可是跟我身臨其境到這裡的感受 真的完全不一樣 我被這種氣氛真的所感染 我覺得這裡 真正是代表了不僅是香港的良心 其實也是我們中國人的良心 我覺得這種民意完全反映出了 咱們中國人的這種共同的追求 民主一定會到來 還會來嗎 一定會 講一下你來之前是什麼星期 其實來之前就是懷著一種 渴望 會非常想到這裡來 到維園這裡來跟大家在一起 能夠共同地點一束蠟燭 能夠共同地去祭導一下六四的亡靈 就可以了 這次是你主動聯席大會了嗎 其實在這之前 其實在2010年在奧斯陸頒獎典禮上 我碰到了李卓仁和何俊仁兩位先生 我們就有過一些接觸 那麼去年李卓仁主席和麥海華先生 他們支聯會的代表去北美 我們在舊金山又有了一次更深入的接觸 可以說從那個時候我就決定了要到香港來 同樣也和李卓仁主席有過很多次密切的聯絡 最終決定我 大家都看到了 我想你們心裡想的都跟我一樣 一定是太棒了 已經太讓我震撼了 我希望這一刻 要歷史永遠記住 要讓全部中國人都要知道 歷史會記住這一刻 謝謝 其實我覺得真的就是香港的這些年輕人 這些大學生 他們所做出的一切 他們所發表的那些誓言真的深深地讓我感動 這是最讓我感動的 怎麼看越來越多的大陸人來 這個其實也可以預料到 因為大陸人儘管在大陸受到種種的壓迫 他們不敢公開地去發表自己的這種想法 他們會有 其實也在內地 他們也是想進各種辦法 衝破種種種阻礙 抱著很多風險 他們也是在紀念六四 沒有忘記這一刻 當然他們能到香港來 在這麼一個自由的地方 他們有機會 在這裡跟香港同胞一起表達他們的願望 我覺得真的太好了 主要是來香港會有困難嗎 我不知道 我希望沒有困難 那你會去香港嗎 那你會去香港嗎 有壓力 那你會去收受的壓力嗎 會哪裡受壓力 會不會當內地去哪 我暫時還不會回內地 因為我可能會去美國 那你也是希望可以回中國 當然 我們一定會回中國的 因為六四問題的解決 我們這些當事人 我們這些六四的親密者一定會回去 才會有助於六四問題的根本解決 這是一定的 你可惜的可以再回去中國嗎 不好說 我希望更快 也許不用多久我就回內地 當年六四的時候 許先生說中國面臨著最危險的情況 那麼你覺得今天的中國 是不是也面臨著最危險的時刻 應該更危險 為什麼 你講一講 你覺得它最危險 更危險在哪裡 因為我覺得八九年時候 大家提出的各種主張到現在 還是我們大家 老百姓 共同在提出的這種要求 沒有什麼太多的改變 時隔了二十多年 世界已經有了這麼大的變化 可是中國還依然 提的那些問題 在八九年提的問題 到現在依然沒有解決 可能還正在加劇 所以 當然是非常 我不好猜測這些中國領導人 因為他們也不是民選的 他們想什麼我們也不知道 當然我們每個人都懷著美好的願望 希望中國的領導人能夠有一個更開明 更加民主的這種思想 能夠使中國走向民主政治 但是我覺得這一切其實他們並不重要 更重要的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 自己把自己的願望付出行動 一點一點的去爭取 實際上中國一定有一天會出現 對 因為他還要去跟一些學生對話 準備最後五條問題好不好 相比八九年的那個時候的學習運動 其實在中國現在國內的各種維權運動 都是越來越多 對 那麼中共政府說了當年八九年打壓學習運動 現在對維權人士的打壓也是非常的厲害的 想請你談一下現在中國維權人士 還有各種人士他們面對的困難 是的 是的 其實從六四鎮壓之後 中國的人權狀況其實是越來越糟糕 越來越糟糕 這個是有目共睹 這也是我們現在在這裡堅持要平反六四的 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要 要讓中國變得更加的有人權 更加的民主 黃丹來不了 黃丹來不了 烏爾開席來不了 柴林也不在台上 你會不會感覺有點孤單 另外呢 跟香港政府有什麼話要說 謝謝 我覺得有這麼多香港同胞 有這十幾萬維園的這些朋友們 我真的不覺得孤單 我不覺得孤單 你們覺得香港政府應該王丹他們也可以來 我覺得香港政府的那些特首領導人 應該像李卓仁像何俊仁他們這些議員們一樣 一起到維園來參加這個活動 這才是真正的順應香港人的民意 這才是一個民選政府的領導人應該做的事 他們應該到這裡來 想問一個關於你六四的時候 受傷害的個人問題 就是因為他六四的時候 你身體受到傷害以後 在這麼多年以來 有沒有在你的心裡六四 除了當時你們學生的這種激情以外 還有沒有其他給你留下的感受 其他的感受我覺得就是 六四這個事有遠遠的沒有過去 因為很多真相還依然沒有得到公開 那麼這些冤死的亡靈們 還沒有得到真正的安息 這是我們其實一直要記住的 也是我們一直努力要堅持的 就像天安門母親說的那三個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真相 合理賠償和法律問責 這三個一個都不能少 只有這樣才能說六四問題的真正解決 這也是我一直努力的 也是激勵我一直要去說出真相的一個動力 好 最後兩點 未來什麼計劃去爭取民主還有民主還有民主 其實我們每個人做的很有限 我的能力各方面也很有限 我覺得對於我來說就是 要讓更多的人去知道那些真相 讓他們明白中國面對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中國的政府現在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應該去多多的去爭取個人的自己的這種權利 也應該有的權利 真的希望所有的香港人都能明白在維園 在這一刻他們表達出的那種良心的呼喚 我希望所有香港人都能夠有對中相對的部分 這種感染一定會感染到香港的特區政府 也一定會感染到中國的政府 我覺得這個就是維園的意義所在 好 謝謝各位 現在有同一個學生對話 所以要跟他們說話 所以要跟他們說話 讓他們的視線慢慢起來 好客人 替他們講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